好 接着我们就进入到了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其实其他嘛 你还记住一句话嘛 会计一抓瞎 全都进其他 虽然它不是一个会计科目 但是它也是一个大箩筐 大家给我看一下 说这种其他的长期职工福利 是指我们刚刚重点说的短期薪酬 或者是除了离职后福利 或者是除了辞罪福利之外的所有的职工薪酬 包括什么呀 包括长期的带薪缺勤 包括长期的残疾福利 包括长期的利润分享计划等等 这个长期的利润分享计划 那一般都是大厂 对吧 像阿里巴巴呀 像腾讯呢 他肯定对他的高管 一定有一个长期的利润分享计划 在我这干十年二十年 你像这个阿里巴巴给张勇 就是他的这个接班人 想当出肯定给了很多长期的利润分享计划 利润分享就挣了钱大伙分嘛 搁几个一起创业 对吧 那都是属于长期的利润分享计划 一般对于我们这种小老百姓 小职工来讲 仅仅给我们一个短期的 短期你想时间很短就会给你 那钱也多不了 对吧 你了解一下 还有长期的残疾福利 比如说这个员工确实因工负伤了 那么他需要休假很长时间 可能休假三年五载 那这时候他就会享受到 这种长期的残疾福利啊 了解一下就行了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教材立体5-12 他说下列各项当中 属于企业短期薪酬的 或者叫短期职工薪酬的 是哪个 就是类别一定要分清楚 先来看 A 支付给职工张扬 支付给职工张扬 生活困难补助 你知道 生活困难补助 立马他就拿着能买东西 肯定是短期的 再来看一下 为职工交纳6月份的工商保险费 是10万块钱 这也是短期的 因为工商保险只要上了 只要出事立马国家就管了 对吧 这个工商保险就管 所以他是属于 这个短期薪酬的 再来看 支付给职工李华 休产假期间的工资 你看 甭管是 其实他休产假期间给工资啊 其实这些都是 其实休产假期间的工资 根本就不是企业给的 是谁给的 就是我们那个 生育保险基金里面的钱 所以他应该算什么 他可以理解成 因为你一上班 只要你一上了这个生育保险 立马生孩子 立马就能享受到 所以此时他就是短期薪酬 你可以这么理解成 生育保险是属于 当时就能用的短期薪酬 你也可以理解成工资 工资也是短期薪酬 所以C肯定要选的 接着我们再来往下看 为 看着啊 为了辞退职工王明 而支付给他的补偿金 三万块钱 为了辞退职工王明 那意味着肯定 合同是没有到期的 对吧 合同没有到期 就把人家给辞了 那么这时候对于王明来讲 他得到的这三万块钱 不叫短期薪酬 也不叫离职后 福利 叫辞退福利 辞退福利也好 离职后福利也好 还有其他长期的也好 都算长期的 所以这个提问的是短期 当然不能选他了 因为他是辞退嘛 选什么 选ABC 大家看一下 答案为选项ABC 选项D为辞退福利 属于长期职工薪酬的内容 所以到目前为止 你最起码先得把分类搞清楚 搞清楚完以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道题 你看2019年在这出的 下列各项当中 不属于企业职工薪酬组成内容的 不属于的 不算给员工的薪酬 不算员工得到的好处的 我们来看一下 A为职工代扣代交的个人所得税 这个还真不算 它是我们讲到下一节 有第五章第四节 应交税费那会提到 这个个人所得税也好 企业所得税也好 都叫直接税 个人所得税是个人改交的 企业所得税是企业改交 他们是不同的主体 当然我们作为每个老百姓 就每个职工吧 从这个公司拿了工资 不可能自己到税务局去 交个人所得税 这样的话你会发现 比如说25号发工资 然后上午发工资 中午大家手拉手都奔税务局 交自己的个税 您觉得这个场面 您受得了吗 就是你受得了 那税务局也受不了啊 税务局所以采纳了一种方式 叫做预扣预缴 或者代扣代缴 那么此时 即使企业替咱们去交的 个人所得税 但是也是扣的咱们的钱 那么这种情况下 那是我们的钱啊 我们员工的血汗钱被扣了 所以根本不算 这个职工薪酬 如果是职工薪酬的话 相当于是得企业替咱 掏这个个税 大家都知道 个税都是自己掏的嘛 所以你看 为职工代扣代交的 个人所得税 它根本不能属于 职工薪酬的范围 再看B 说这个企业 根据设定提存计划 计题应该向 单独的主体 缴存的提存金 这就是我们单位 为我上的这个基险 比如说什么基本养老 这些确实是算给我的薪酬 确实是算给我的薪酬 那么他在给我交 基本养老的时候 对于我来讲 这是我的一个 这个离职后福利 对吧 离职后退休才能享受吗 然后给我交的什么医疗 那就是属于短期薪酬 我现在就能用啊 给我交的这个工商 也是 现在就能用 给我交的生育保险 现在就能用 但是他给我交的 这个失业保险呢 失业保险 我也交一部分 企业帮我交一部分 这个是属于离职后福利 对吧 离职后福利是属于长期 就是不管怎样 你会发现我们这五险 全都是属于职工薪酬的范畴 但是在五险当中呢 其中有两险 是当时用不了的 一个是这个 这个养老 得退休才能用得上 一个呢 就是失业 这得真正失业才能用得上 现在还用不上 对吧 其他的都现在就立马就能用 你像工商保险 立马就能用 生育保险立马就能用 医疗保险立马就能用 凡是立马就能用的 就叫短期薪酬 凡是立马不可能能用的 就是以后才能用的 那就叫长期薪酬 对吧 不管怎样 这个B是要选的 错了 他问的是不属于 那应该选A 应该选的是A B是属于的 你看B 它确实是属于 企业职工薪酬组成部分 再来看一下 C 说为了鼓励职工 自愿接受裁减 而给予职工的补偿 反正这有自愿接受裁减 那肯定是合同没有到期嘛 只要合同没有到期的情况之下 我们都称之为辞退福利 既然是辞退 它也是一种福利啊 它算不算薪酬啊 算呀 所以它属于啊 好 接着我们再来往下看 说这个企业按国家规定的标准 提取出来的职工的教育经费 那就是鼓励大家去上课呀 去学习呀等等 这个立马同学们 就是这个学员们 或者叫做职工们 立马就能用 对吧 赶紧去报课 然后这个人家还可以报销啊等等 它是属于短期薪酬 那既然属于是短期薪酬 立马就能用的 那自然应该是属于 企业职工薪酬的组成部分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果然选的是A吧 您看 说这个职工的薪酬啊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个叫做短期的职工薪酬 第二个叫做长期的职工薪酬 在短期职工薪酬里面 你就记住了 短期立马就能用 工资立马就能给你 立马就能买吃的 对吧 所以您看一下 职工的工资 奖金 津贴 补贴 还有职工的福利费 医疗保险费 看见立马就能就医看病 立马就能享受工商保险 还有这个生育保险 还有住房公积金 立马就能贷款 以及立马能够享受工会经费 买个香蕉池 还有职工的教育经费 还有短期的带薪缺勤 还有短期的利润分享计划 这些都是短期的薪酬 那么长期薪酬里面 包括离职后福利 然后分为设定提存计划的 和设定受益计划的 设定受益计划的烟草 然后还有辞退福利 还有其他的长期职工福利 包括什么是吧 您了解一下 这个分类我们经常会考到选择题的 好 那么我们来看2018年 它是这么考的 它说下列各项当中 不属于企业职工薪酬的是哪个 那企业为职工缴纳的医疗保险算 而且是算职工薪酬当中的短期薪酬 立马就能享受到这个医疗保险 题目问的是不属于 那您自己也标上它是属于的 再来看一下 为职工缴纯的住房公积金属于 职工立马就可以贷款买房子 再来看 为职工报销的应工拆旅费 你看这就出现问题了 你为职工报销应工的拆旅费 这个拆旅费是什么 是为出差 出差旅途当中花的钱 这是为企业花的钱 那员工还受累呢 所以职工报销的应工的拆旅费 那不是给员工的福利 员工还因此很累的 谁也不愿意出差 对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笔钱可是要通过企业的 这个管理费用 它应该是借管理费用 然后是 比如说这个员工 他在出差之前 从出纳这儿拿走了 拿走了四千块钱吧 那么这时候我们要给 这个出差人员四千块钱 从会计角度 做账的时候 肯定是借其他应收款 小刘 然后贷库存现金 四千就完了 那人家十天出差 回来了 人家把四千块钱都花完了 那么从你企业角度来讲 应该是借管理费用四千 带其他应收款 小刘四千 你会发现 根本用不到应付职工薪酬 因为那不是你给员工的 好处福利 那是员工替公司办事 所以为职工报销的差理费 根本不属于 企业职工薪酬的范畴 C是要选的 再来看 支付给职工的技能培训费 这不就是我们说 三项经费当中的 有职工福利费 有工会经费 还有职工教育经费吗 这不就是职工教育经费吗 所以它算是 我们的这个短期薪酬啊 就是立马 你就可以接受教育 我们立马给你报销 你赶紧去上课 对吧 所以这要题一看 选的是C 您看 首先这种医疗保险 归属于社会保险费 职工的技能培训呢 归属于职工的教育经费 说这两项和住房公积金 均属于立马就能享受到的 叫做短期薪酬的内容 都是属于职工薪酬 所以应该选的是C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个 这个简单点 刚才已经说过了 说职工出差报销的 预介的差旅费 不属于职工薪酬 归根结底是要借管理费用 带其他应收款的 我们前面也讲过 其他应收款的问题 其他应收款也是包括 就是你把这个钱借给员工 他去出差等等 好了 那么说到这儿呢 我们关于考点一 其实已经说完了 考点一啊 无外乎就是按照 从国外copy过来的 第九号准则 给大家把职工薪酬的类别 先分一分 分成短期薪酬 分成长期薪酬 长期又分成三大类 第三类就是个大箩 就完了 但是我们在初级考试 和学习过程当中呢 您一定关注点是什么 短期薪酬 一定是关注点 短期薪酬 所以您看我们的考点二 就是给大家着重的去介绍 短期职工薪酬的会计处理吧 这可是一个高品考点 所以我们在这要敲黑板了 说本考点需要全面掌握 其中货币性职工薪酬的内容 难度不大 但是非货币性职工薪酬的内容 比较难 需要重点关注 您还记得吗 我们在刚开始讲第五章的时候 就说过本章的出题 出题的种类 单选 多选 判断 必考 但是他很有可能 还会考到不定向选择题 为什么 因为他体现出来了一种 对员工的非货币性福利 经常会考不定向选择题 那人说了什么叫货币性福利 什么又叫非货币性福利 特别简单 比如说我们给员工发的是工资 给的是钱 这就叫货币性的福利 其实就是员工拿他的心血换钱嘛 对吧 拿他的时间 拿他的青春来换钱嘛 我给你钱 但是还有一种呢 比如说马上就快过年了 光给钱呢 好像没有仪式感 一般的企业就愿意 拿着钱呢 到超市里头买点油啊 买点米啊 买点什么这个巧克力啊等等 给员工现场发 他总觉得好像比转账显得更热乎 更亲近啊 你看这我们单位发的等等怎么样 所以这就是体现出一种 非货币性的职工福利 那么考试的时候 特别爱考这种非货币性的福利 那有人说这有什么可难的呀 一个就是给的钱 一个就是给的东西嘛 其实在我们的会计和税法的处理上 这还确实有天壤的区别 尤其有一些企业 它本身就是生产食用油的 比如说卤花旁食用油 大家知道这个油品质非常高 那你说到过年的时候 我们企业总不能说到外头去买别人的油 然后发给员工吧 你连自己的员工都不敢吃自个儿的油 那我们老百姓怎么吃啊 所以一般来讲他就会说 咱就拿咱自己生产的卤花旁食用油 咱给员工一人发一桶吧 那此时你觉得挺正常发呗 员工也觉得挺正常 我们的油好 我就拿回家吃了 我们企业好 来年我们好好干 但是您知道吗 这里面就会涉及到增值税的问题了 就会涉及到国家可能因此要吃亏的问题了 那么我们后面就会讲到 如果你给员工发钱 税务局不会针对你 但是发东西 它往往要视同为你把东西卖出去 它视为你企业把你的油卖出去 拿卖的钱给员工发的钱 因为这样的话 税务局就会得到它应有的 应该收的税款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最关键的 就本账当中最关键的 就是非货币性福利 该如何进行账务处理 这是我们后面要重点给大家讲解的 您现在有个弦 就是如果我们企业拿着自己产的产品 给员工发了福利 这是必考的点 必考的点 好 那么接着我们就来看了 他说首先企业应该通过 应付职工薪酬这个科目 来核算应付职工薪酬的计题 计题不就是计算提取吗 我计算出来 比如说应该发员工100万的工资 让我提取出来以后 我应该按照AA制的那个概念 就是你都是哪的员工 你都是销售人员 好我就借销售费用 借销售费用 带应付职工薪酬 你们这些 你们这些人全是一线工人 好借生产成本 带应付职工薪酬 你们这些人的工资都是高管 借管理费用 你们这些人是搞研发的 最近 那好借研发支出 你们这些人都在给咱们公司 正在盖大楼了 好你们的工资借再建工程 你还记得吧 我们前面讲过 固定资产如果不是外购 而是自行建造的话 是不是我的员工的工资 应该借再建工程啊 也就是说 我们的借方写什么 它是因你这个人的岗位不同 那么代方通通通都是什么 应付职工薪酬吧 所以有没有一个企业说 我们企业没有应付职工薪酬 我从来不欠员工的 你不可能不欠员工的 因为你做不到一天 你给员工发工资吧 你要是能做到一天发 那可以 那是小时工 真正像阿里 像格力 像华为这样的大公司 怎么可能做到 我不欠员工的 你一定到1月31号 没把1月份的工资发出去 你最仗义的 也得是2月1号才发 那你到1月31号 你就是欠员工的呀 对吧 所以大家看一下 计算提取 然后结算 结算就是什么 我该发 我就发嘛 然后最后就是使用 什么叫使用呢 其实就是你比如说 有一种情况 就是我们前面应该也讲过 给员工垫付医药费 给员工垫付这个房租 那我给你垫付的时候 那是你员工自个儿该承担的 我只是给你垫上而已嘛 我会借其他应收款 小刘 然后贷库存现金 等到真的该给小刘 发工资的时候 我自然就会借应付职工薪酬 贷其他应收款 比如说5000块钱 我就直接少给你5000块钱 把你欠咱公司5000 其实就给还回来了 对吧 所以这就是我们提到了 应付职工薪酬这个科目 核算计算提取啊 结算啊 实用等情况 对吧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说应付职工薪酬这个科目 它会包括工资 职工福利费 非货币性福利 社会保险费 住房公积金 工会经费 职工教育经费 贷薪缺勤 利润分享计划 设定提存计划 设定授益计划 你一听授益计划 想到烟草 对吧 烟草 这是我梦寐以求想进的地儿 进不去 还有什么 辞退福利等 明晰科目 但是我们考试 从来不会要求大家写 应付职工薪酬的 二级科目 你不用写 你知道它有二级科目 太多了 就完了 好 那么介绍 你看2020年 我们考了这么一道题 说下列各项当中 应该通过应付职工薪酬 这个科目 核算的是哪个 别说初级考试了 有一年的注册会计师 会计的考试 竟然也考虑到这样的题 说以下哪些事 通过应付职工薪酬 这个科目来核算 你想都考到 住块这个阶段了 那大家水平已经很高了 看到这样的题目 就懵了 说我都考住块了 你这个题问我的 看着太简单了 是不是有坑啊 其实这样的题目 没有坑 他就是想知道 他就是想问问你 知不知道 应付职工薪酬 核算两个所有 一个就是咱们公司 所有的人 上到高管 下到保洁人员 还有给这些 所有人当中的 所有的东西和钱 所以大家来看一下 你看啊 因为解除劳动关系 而给予职工的现金补偿 你这个解除劳动关系 有可能是合同到期了 有可能是合同没到期 合同到期再解除 那叫离职后福利 合同没到期就解除了 那叫辞退福利 不管怎样 他都是属于职工薪酬的范畴 他都是给我们员工的钱 他都应该通过应付职工薪酬 所以A肯定是 再来看 向职工提供的 一滴安家费 一滴安家费给你 你立马就能拿着他去买锅 立马拿着他去 就能租房和买房 立马就能用 他就是我们职工薪酬里面的 短期薪酬啊 所以他依然也是通过 应付职工薪酬来合算 再来看 按规定 计题的职工教育经费 这是立马就能用的 他也是短期薪酬啊 再来看 支付给临时员工的工资 这也是短期薪酬啊 所以这样的题目 不管我们到初级 还是领导注快 就有什么选什么 全都给他选进去 ABCD都应该选 看见了吗 应付职工薪酬的科目 应该按照这么多 来设置明细 就完了 明细科目你不用记 好 再来看2018年 我们在这还考过呢 他说 企业提前解除劳动合同 给予职工解除劳动关系的补偿 应该通过 应付职工薪酬 或者号辞退福利 对不对呢 嘿 你看 前提条件是什么 提前解除劳动合同了 就说明合同没有到期 他果然应该用二级科目 叫辞退福利 所以你看 我们说应付职工薪酬里面 有没有一个叫辞退福利的 有啊 辞退福利吧 所以上一道题也提到了 这道题也是一样 说明这句话是完全正确的 相关的会计处理是什么呢 带应付职工薪酬 或者号辞退福利 借方式通过管理费用 为什么 因为我都跟他解除劳动合同了 人家已经不在你这干了 所以这笔钱 不要再进你生产产品的成本 不要进成本了啊 是这样 如果这个员工 哎呀 干的不太好 他以前是在一线做协的 正常来讲 他的工资 应该是借生产成本 带应付职工薪酬 但是他干的不行 偷懒耍滑的 这时候呢 老板就说了 要不合同没到期 咱俩提前解除吧 提前解除 我给你来两万块钱得了 对方说行 我来两万就行 这两万块钱 可不要往鞋的成本里面去寄了啊 因为他原来干活的时候的工资 是要进鞋的成本的 如今跟他提前解除劳动合同 是这个一次性给他弄走的钱 不要进成本 是进费用 其实又一次体现出来了 当我们企业花出去 比如给他两万块钱 花出去的这个钱 没能形成资产的时候 就是进费用 那么此时进哪个费用呢 他也不是为了更多的销售 所以不能走销售费用 他也不是跟银行打交道 所以不能通过财务费用 那没地儿可寄 通通进大箩筐 我们说有个大箩筐 就叫管理费用 那就是借管理费用 看出来了吧 所以这句话本身是对的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开始给大家继续 进一步的去讲解 短期薪酬了 大家跟我来看 他说作为企业来讲 应当在职工 为其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 所谓的短期薪酬 那我不就一个月一发工资吗 所以我给你提供一月份了 我一月一号一直到 这个一月三十一号我上班 或者有人说 一月一号是元旦放假 一二三都放假 那好 我从一月四号全国都上班 我就来了 一直到一月三十一号 我给你把这一个月 该干的活都干了呀 这不就是企业应当在职工 为其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 将实际发生的短期薪酬 确认为是企业的负债啊 带应付职工薪酬啊 并且记录到当期损益 那么其他的会计准则 要求或者允许 记录到资产成本的就除外了 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比如说我从一月四号 全国正式上班 一直干到一月三十一号 六日我休息 对吧 正常上班日我都上班 然后到一月底的时候 人家就开始算 我这一个月工资 比如说七千五 那么从企业角度来讲 他肯定要是带应付职工薪酬 七千五 那么借方写什么呢 借方只要没有说 我的这笔钱进成本的 那就应该进费用 比如说您您是干嘛的 我说我可不是一线工人啊 我说我可是高管 那这时候我的工资 应该借管理费用 或者我说我 我可是搞销售的啊 那我就去借销售费用 对吧 所以这时候 当然如果说了 您是干嘛的呀 我说我是一线工人 那好一线工人应该进生产成本 对吧 如果人家问我 你干嘛的呀 我说我这一个月啥没干 我就在那个工地上 我跟着盖楼了 那好 你要在工地上跟着盖楼了 那你就属于固定资产啊 固定资产在建造过程当中 人员的工资 都是通过再建工程来核算的呀 对吧 或者你问我 我干嘛 我没盖楼 我不会干那玩 但是我这一个月搞研发了呀 那搞研发又属于无形资产呀 所以他又应该用研发支出啊 能理解哈 所以在这里面他说了 如果你企业为 这个员工在核算你负债的时候 其他的会计准则要求 或者其他的会计准则允许 进入资产成本的 那么允许进研发支出的 允许进再建工程的 实在没地儿可进的 那就只能进销售费用 或者管理费用了 那就只能是进入到当期损益了 这个能理解是吧 就是你会发现啊 学会计是这样的 这些准则 基本准则带头 带着这40多个具体准则 这一堆准则都在你面前了 然后这一堆会计科目都在你面前了 会计是干嘛 针对每一个具体发生了的经济业务 去选择应该适用于哪个准则 当你选择了 我应该用第14号收入准则 比如说我卖货 我应该选择第14号收入准则 马上你就会想 当想当初财政部 根据第14号收入准则 设置了哪些科目 如果我按照和买方 这个合同提前收到一笔钱 我应该用合同负债这个科目 你就会发现 其实会计也就是在选择 选择经济业务发生以后 你到底是属于固定资产准则核算的范畴 还是属于无形资产 还是不属于 对吧 那都不属于的话 像我们在应付职工薪酬里面 你既不算无形资产 也不算雇形资产 那你也不算这个进成本 那你就直接进费用呗 所以他就是在不停的 考核大家对于理论的一种 甄别 你知不知道这个事发生了 用哪个准则 而且你脑海当中的准则 可不能是那种过时的淘汰的 我们财政部可一直都是 跟着国际在进行接轨 比如说21号租赁准则是新的 22号金融工具准则是新的 还有14号收入准则等等 这都是新的 你就要更新换代你脑子里这些东西嘛 所以我跟你说财税的世界特别精彩 财税的世界是特别容易弯道超车的 比如说你到了一个单位 你发现哎呦这是个老会计 哎呦我可不敢惹他 未必 越老的会计 他头脑当中留下的东西都是最原始的 早就不用了 所以你现在学的都是最与时俱进的 对吗 所以大家看出来了吧 哎有准则要求的就按相当准则 没有准则要求 那就没法进成本 那就直接进当期损益了呗 所以大家跟我看 我们在职工薪酬这边 在就是在短期的薪酬这块 先给大家讲的是货币性的职工薪酬 你看啊 我们现在开始给大家分类了 说在短期薪酬里面先讲货币性的 那货币性的讲完了以后 你看我们讲什么 你看啊 哎呦这挺多的 这可能得翻好远好远 就是货币性的 我们讲完以后 你看我们给大家讲什么 看着啊 货币性的讲完以后 我们给大家讲非货币性的 这个非货币性的 就是我们跟您说的 特别特别重要的那个点 也就是说初级考试 他关注的就是职工薪酬当中的 短期职工薪酬 短期职工薪酬呢 又分成发钱的和发东西的 你看非货币性职工薪酬 是不是以自产的产品 发放给职工作为福利啊 对 所以现在您要知道 我们学的是什么 我们学的是货币性的 还没有学非货币性的了 所以我们还要回来 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还得回来 好 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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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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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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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还挺 还内容还不少 好 我们马上就进入到货币性的 职工薪酬来看 货币性的职工薪酬呢 先来看 给职工发工资 给职工发奖金 给职工发津贴 发补贴 来看 第一个 确认应付职工薪酬 当您确认的时候 不是财务人员 确认我们员工 一共有多少人 然后他们分别 都在哪个岗位 然后每个岗位 领导给定多少钱 对吧 所以您看一下 说起发生职工工资 奖金 津贴和补贴等 货币性职工薪酬 应当在职工 为单位提供服务的 会计期间 将实际发生的职工工资 奖金 津贴和补贴等 根据职工提供服务的 受益对象 所谓的职工提供服务的 受益对象 其实就是根据职工的岗位 您是搞销售的 您还是搞管理的 您还是搞研发的 等等 来编制如下的会计分路 看见了吗 根据受益对象 特别像我们前面讲的 固定资产 它的折旧额 到底应该往哪计 也是根据受益对象吗 您看您的固定资产是 这个管理部门用 那就借管理费用 是销售部门用 就借销售费用 这不也是根据受益对象吗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吧 您看 这几会计分路您得会 它是代应付职工薪酬 或者好工资 原来我们在学 累计折旧的时候 可是代累计折旧 然后借方 分别都是借制造费用 借管理费用 对吧 一样的道理 所以您看 代应付职工薪酬 如果是生产车间里面 生产工人的薪酬 我们说的是一线工人的 就是我在这个线上 我就生产鞋 那么我每个月的工资 都往鞋的身上去寄 所以又为什么 我们到商场买鞋的时候 哎呦这鞋怎么五百 这么贵 那人就说了 这成本高啊 你看这个鞋 做工多好啊 那成本是什么 这双鞋的成本 其实最早指的 就是它从 它从这个生产线上 料工费之和嘛 鞋最起码得用皮子 得用人工 得用水电等等 对吧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一线工人的工资 是要进鞋的成本里面去的 所以此时我们用的是 一个成本类的科目 就叫生产成本 那么如果我们这车间里面 这边生产线做鞋 这边是做皮衣的 那最起码我们车间里 得有个车间主任 管着吧 得计考勤吧 那么这时候车间主任 也得有工资 也得付给人车间主任 薪酬吧 工资吧 那么车间主任的工资 我们前面其实提到过 它是要先通过 制造费用来核算的 比如说这一个月 车间主任是8800 那我们就借制造费用8800 待应付支付薪酬8800 但是到月底的时候 我们要看一下 他管理的这个车间里面 他的这个生产鞋和生产皮衣 他的工时是多少 对吧 那么根据工时 比如说哎呀太巧了 是每天上班 就是一既生产鞋又生产皮衣 那说明这个车间主任 一直在管着这两亚东西 那8800两亚 各承担4400就完了 所以您看一下 如果是生产车间里面 管理人员的薪酬 我们要通过制造费用 这个科目核算 但是到这为止 你要知道制造费用 它也是一个成本类账户 它到月底的时候 一般是没有余额的 要把它的8800分到生产厂门里面去 分成鞋占4400 然后皮占4400 再来看 如果是企业行政管理人员薪酬 那就通过管理费用 如果是销售人员薪酬 通过销售费用 如果是从事研发活动人员的薪酬 那就是研发支出 如果是从事工程建设人员薪酬 就跟我们正在盖着楼了 这些员工都在给我们盖楼去了 那就在借在线工程嘛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我们旅行 合同过程当中 人员的薪酬 我们是通过合同履约成本的 在这儿呢 大家学合同履约成本稍有难度 因为它是我们第七章 第一节收入里面要讲的内容 所以在这儿呢 大家可以先给自己打个问号 等到我们学到收入呢 的时候再给您讲 您可能就明白了 它也是旅行合同过程当中 我给人家旅行 给人家这个盖楼啊等等 就给人家盖楼 你看我自己盖我自己的楼 叫再建工程 对吧 但是我现在是一个这个建筑公司 我给人家盖楼 那这时候我旅行合同过程中 我人员薪酬应该搁到合同履约成本里面去 你想我给人家盖楼 人家是一批给我一个亿 我不得给我的员工发工资啊 我不得算我员工的工资吗 他也会带应付职工薪酬的 对吧 好那也就是说 借方它是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看见了吗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个科目任您选 还不能叫任您选 七个科目您来选择 它应该进哪个 又一次体现出会计是一门分类的艺术 该进哪个账户 就得进哪个账户 不能进乱了 对吧 好接着我们再来往下看 刚才说的是计算提取 你不得发吗 那就看你公司断位了 你试试下个月一号就发 还是下个月二十五号就发 反正我之前跟大家说过 对吧 我最早去的那个单位 他二十五号才发工资 当时我没觉得怎样 因为刚刚入职 就刚刚进入社会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人家说多少号发 就多少号发吧 当时都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现在 我现在觉得资金是有时间价值的 然后 学完以后我发现 这段位就不高 你不能占用我们的钱 本来就几千块钱 对吧 你想啊 比如说吧 他当时可能还没有五千了 比如说吧 比如说五千块钱吧 那五千块钱 按照这个百分之四算的话 一个月就二百呀 一个月二百块钱的话 那除以三十天 一天可就六块多 他二十五号才给我 他占用了我二十五块 二十五天 相当于他因为晚发我工资 一个月我倒霉了一百六十六块六毛七呀 这一个月一百一百多块钱 也够我做公交车的了 在想当初啊 所以就可见啊 他发工资的这个日子 真的是越是大厂 他要是越延后的话 那他的收益 我一个人就一百六十六 我们单位一共十几个人 那那那那多少钱啊 是不是 所以就真的能够体现出 我们来看 这个支付职工薪酬 然后扣还各种款项 扣还各种款项 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说的 我替员工垫付的 要费呀 垫付的房租啊 等等 那么首先我替员工垫付的 比如说带店的家属的医药费呀 等等 我垫付之时 我原来给你们垫付的时候 从企业角度上来讲 他是不是借的是其他应收款 你看 其他应收款 他是不是带的是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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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带的是库存现金吧 你看带的是库存现金 是吧 然后你看 库存现金你其实带了 然后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其他应收款啊 现在你通过扣他工资的方式就扣回来了 那么这时候现在你的钱又回来了 你看是不是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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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 他他怎么体现出你钱又回来 你给他付的少了 那不讲你留的就多了吗 所以你看你要把贷方给他转走 贷其他应收款 看见了吗 贷其他应收款 然后呢 你还要帮这个员工去代扣个税 应交的个人所得税 就代扣的个人所得税 那就是应交税费 这是我们下一节会讲到的 然后实际 比如说你应该给这个员工发一万块钱 然后呢 有五千块钱是替他曾经垫付的医药费 然后应该交五十块钱的 这个个人所得税 那你看看你才给他多少钱 有借币有贷呀 我觉得这个跟这个意大利人学的这个方法是真好用 呃 借一万 借方是一万 减掉贷方有一个五千 然后再减掉一个五十 得多少钱 所以我现在就给他发四千九百五十块钱就行了 你看 是不是贷银行存款 实际支付给职工的款项 简单吧 其实一点都不难 是不是 好 这是我们直接支付 好 直接进入到教材例题 我们只要一讲例题 大家就开心了 因为例题特别容易啊 理解它 来看一下 他说 假企业2020年7月份 应付职工的工资总额呢 是69万三千元 工资费用的分配汇总表中 劣势的 咱先说这个吧 这种工资费用的分配汇总表 您还记得我们在讲第二章 你别忘了啊 你别狗熊掰棒子 好的掰到第五章了 回来前面几章全忘了 我们在前面讲第二章会计基础的时候 讲没讲过第三节 会计凭证和会计账簿 再讲到会计凭证的时候 讲没讲过原始凭证 讲过 在原始凭证里面 我们讲过根据来源分成外来的 还是自制的 您看 我们这是外来的 还是自制的 当然是自制的了 是我们企业内部的工资费用的分配汇总表 它是自制的 然后我们还说 这个根据它的格式 分成是通用的还是专用的 当然是专用的了 你这种工资费用分配表 是我们自己专用的 别的企业根本不是这种格式 人家想印成什么样 印成什么样 所以根据它的格式 我们这是专用的 还有根据它填制的内容和使用的次数 是分成一次的 还是累计的 还是汇总的 这是什么 汇总啊 这不是工资费用分配汇总表吗 我们公司所有的员工都在里面了 这不就是汇总吗 所以你可千万别忘了 我们在那个原始凭证呢 是要会出题的 它每年都会出题 好 工资费用分配汇总表中 劣势的产品生产人员工资是48万 车间管理人员 看着啊 可千万别总看管理人员 得看钱头 它前面可是车间的管理人员 这笔钱是要借制造费用的 再来看 如果是企业行政管理人员 这确实应该通过管理费用 专设的销售机构人员 销售费用 贾企应该怎么编会计分诺 太简单了 贷方一定是应付职工薪酬 或者号工资69万3 借方分别写生产成本嘞 看见了吗 生产成本嘞 制造费用嘞 管理费用嘞 还有销售费用 看 借生产成本 基本生产成本 基本不基本倒无所谓 您不用 您不写也没关系 这是48万 制造费用是10万零 5000 管理费用是9万零 600 销售费用是17400 加一块正好是带应付职工薪酬 这时候你要带应付职工薪酬 二级科目是什么呀 这不告诉你了吗 应付职工的工资吗 所以你要写的话 你就可以写两个字 工资 对吧 这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 关于他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我写了吗 看 应付职工薪酬科目 应该按照工资 还有职工福利等等 来设置明细吗 对吧 项目设置明细这样的 所以写工资两个字就可以了 好的 接着我们再来往下看 例题5-14乘5-13 他说 假企业根据工资费用分配汇总表 结算本月应付职工工资总额是69万3 其中呢 企业代电职工的房租 曾经代电 替他垫付了2万 代电职工家属的医药费8000 代扣个人所得税是12000 实罚公司呢 是65万3000元 假企业应该怎么编制会计分路 这时候你看 一般来讲 我们现在没有给现金的了 都是通过 通过银行网银 看见了吗 通过银行的网银转账 发放工资 好 我们来看一下吧 怎么通过银行的网银 发放工资呢 那就是应该这样写 借应付职工 薪酬工资65万3000 代银行存款 这65万3000元不是给一个人的 对吧 是给所有这些人的 发放出去了 那么我们接着看一下 他代电的这些款项呢 就不是相当于是 我不用找你要了 不用找员工要了 是以少给员工发工资的形式 就留在企业了 就对吧 相当于是 这个钱就回来了嘛 我们来看一下 代电款项应该怎么写啊 借应付职工薪酬 工资 然后代什么呀 代其他应收款 职工的房租 您看职工房租 应该是2万呀 在这儿了 然后代电的医药费 应该是8000呀 8000 然后您看看 我还得给他交个人所的税 12000 看见了吗 12000 所以代应交税费 应交个人所的税 有借币有贷 借贷币相等啊 三个加起来 一共是4万块钱 看 这是4万块钱 这是 65万3000 加起来正好得69万3000嘛 69万3000 你也可以把这两笔快语 写成一笔 写成一笔呢 就相当于是 借应付职工薪酬 破证号工资 69万3000 然后代银行存款 然后代其他应酬款 代应交 税费 都可以 是吧 都可以 您会写就行了 这样的会计分路 写起来很容易 而且我再说一遍 这种会计分路 根本就没地儿可写 我们会计人员 在实际操作当中 是写到记账凭证上的 对吧 写的是记账凭证 您看 这个记账凭证是什么 因为是 银行存款的付款嘛 肯定编的是 银行存款的付款凭证 那么这里面呢 肯定编的是 转账凭证 因为这笔会计分路 既没有收到一分钱 也没有付出一分钱 跟银行存款 和库存现金 毫无关系 那编的就是转账凭证 能记起来吧 好 接着我们再来往下看 你看2019年 我们考了这么一道题 下列各项当中 企业应该记录到 应付职工薪酬 这个科目代方的是什么 首先你要知道 应付职工薪酬 这六个字啊 它是个会计科目 会计科目 没格式 没结构 对吧 没格式 所谓的格式呢 就是金额栏 是几栏 我们说会计的账簿 按照它的格式 分成三栏的 多栏的 和数量金额的 记得吗 所以我们的账户 不就是账户 不就账本里面的 每一个账一二吗 所以它确实是有格式的呀 有三栏是格式的 有多栏是格式的 还有数量金额是格式的 还有结构 你看如果要是 用简易账户的话 是不是这样 那么所有账户的 左边全是借房 所有账户的 右边全是贷房 为什么先有借后有贷呀 因为我们每一个账页 你会发现 靠左的是借 靠右的是贷 所以可不可以 靠左的是借 靠右的是贷吗 没有什么玄机呀 有些人我就是搞不明白 你搞他干嘛呀 你知道人家这么硬的 就行了 对不对 所以接着我们看一下 企业应该记录到 应付职工薪酬 科目贷房的是什么呢 他说支付给职工的 培训费 就是员工 你要去培训是吧 你要去上课 你要去学我们的 这个财务等等 我给你钱 我给你钱 从企业角度来讲 他肯定表示 我的负债变少了呀 首先你可以这么理解 职工的培训费 那是我们企业应该 承担的职工的教育经费 那么首先我们应该是借 比如说你是高管 借这个管理费用 带应付职工薪酬 然后我给你的时候呢 我就借应付职工薪酬 带库存现金 或者带银行存款了呀 所以当我们支付的时候 他肯定是写到了 我们应付职工薪酬的 借方 借应付职工薪酬 支付吗 带库存现金 或者带银行存款 题目问的是 既贷方的 不能选 再来看 当我们发放职工工资的时候呢 我们肯定是先计算提取 是借管理费用啊 借销售费用啊 借研发支出啊 借合同履约成本啊 看 看 这 看 借合同履约成本 然后带应付职工薪酬吧 当我真正发放的时候 是借应付职工薪酬 带银行存款等等啊 所以大家跟我来看啊 你看 真正的发放职工工资的时候 我依然也是借房吗 借应付职工薪酬 带银行存款 再来看一下 C 说我确认 因为解除了与职工的劳动关系 应该给予的补偿 当然他说 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 并没有说是 合同到期解除 还是合同到期之前解除 到期之前的解除 叫辞退福利 到期之后的这个解除 叫离职后福利 不管怎样 他都是应该通过 应付职工薪酬 合算 应该给员工一笔补偿金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时你仅仅在确认阶段 你在确认 我应该给你多少钱 要谈吗 对吧 我给你三万行吗 我给你三万八行吗 等等谈 所以在确认之时 你肯定应该是借管理费用 带应付职工薪酬 果然应该搁到 应付职工薪酬的 增加就带房吗 带房 所以肯定应该选的是C 确认阶段吗 确认因为解除劳动关系而给不管 如果实际发放呢 实际发放就应该是 借应付职工薪酬 那么他的二级科目是什么呀 你看二级科目 他解除跟劳动者的关系 你看我们再回来看看 他的二级科目 你看二级科目有什么呀 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 你看他的二级科目 可能会用到辞退福利 对吧 你要知道 借应付职工薪酬 破这号辞退福利 然后是带银行存款 或者带库存现金 你要考虑 他知识是有连贯性的 所以你要知道 这个C是要选的 再来看D 缴存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 首先你给职工缴存 基本养老保险费 大家告诉我 它是属于短期薪酬吗 它可不是短期薪酬 它是属于离职后福利 它是属于长期的薪酬 那么现在 您都已经替员工缴存了 都已经交到了社保局了 这时候肯定是 借应付职工薪酬 当你每个月在确认的时候 是带应付职工薪酬 缴存就跟支付工资是一样的 它是应该在借房写的 所以此时 这套题只能选C 看见了吗 选项A B D 应做如下会计分录 你看 选项ABD 都是借应付职工薪酬 带银行存款 你看 A 就是给你支付学费 对吧 然后B 给你发放工资 然后D 给你交社保 都是带银行存款 选项C呢 是正确的 确认 因为解除与职工 劳动关系 而给予的补偿 分录应该是借管里面有 带应付职工薪酬 一般来讲 就会写 赐罪福利 赐罪福利 那就是 合同到期之前 解除劳动合同 那么这个题 我们就讲完了 然后到这儿呢 我们其实已经把 关于第五章 负债里面的第三节 就是应付职工薪酬的 概述的内容啊 就相当于是 先说分类 对吧 分成短期薪酬和长期薪酬 然后呢 我们又开始关注点 在于考试考核点 也是短期薪酬 然后在短期薪酬里面呢 我们先给大家 把第一项 最主要的 就给大家支付的这个工资 就算讲完了 您觉得不难吧 我们这讲就算完事了 下一讲呢 我们依然还是在说 短期薪酬 因为短期薪酬 是我们的主旋律嘛 短期薪酬 下一讲 我们就进入到 给大家讲讲 职工的福利费 开始讲职工的福利费呀 其他内容 其实后面这个内容呢 有很多点 是跟您学的 经济法基础挂钩的 我们下一讲 再说 就到目前为止 工资啊 你就应付职工薪酬 这块的工资 我们就算讲完了 好 谢谢同志们的收看 拜拜